为在中坛公路上的转型期农场 由一群拥有共同理念的三五好友 坚持不用农药 采用天然的有机管理方法来经营 不论是蔬菜或者是草莓 就是要让民众吃得健康买得安心 也渐渐地打出他们的一片天 看着一颗颗硕大的草莓 不禁令人垂润三尺 现采现吃 这就是目前最夯的自助宅草莓乐趣 国内要讲有机草莓几乎不可能 我们刚刚好看了以后真的很惊讶 要吃到这种草莓现在应该不容易 因为我们本身对这种健康养生的东西比较讲究 所以对这种草莓类的东西 尤其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可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有机的 一听到有有机的 我们就赶快到这个地方来体验 从路港过来 然后这边是那个有机的草莓 远都没有农药 特别带草小朋友过来采草莓 然后这边草莓很大颗 然后又很甜 清禾有机农场陈欣豪表示 自己长期关注气候变迁的问题 所以当初返乡农时 就决定采用有机管理的方式 在我们的园区里面呢 我们总共中有三种草莓 一种是像这种的叫做香水草莓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小刻 这是水蜜桃草莓 然后还有传统的风香草莓 那可以让客人进来采的时候 可以自由选择 我是之前就有在关注 那个气候变迁这一块 因为我发现到有机农业 其实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些温度 还有我们的环境气候 那我投入之后 其实我发现很多困难点 因为不是每一种作物的很赚钱 那年轻人回来重农之后 其实要可能要想一下 想一下说你到底要种什么 一开始我是什么都不会的 然后种了一两三年之后 虽然都是亏损 但是吃了很健康 然后吃了这种草莓 就会有那种幸福的感觉 本身务农15年经验的豆芝谷农场 陈其华指出 试用农药不止民众吃的不安心 直接受影响的也是自己的身体 故依然决然地投入有机市场 我们草莓现在有机的栽培的方式 就是说最主要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把第一环境做清洗 它的病虫害我们才更好管理 因为我们都没有用农药 因为我们都没有用农药 平海和桃海都是用物理性的房子 像葵梧路或枯草甘菌 这方面的住宅和房地 我做产十几年以来 我就是对农药比较敏感 我也对我们的身体上 自己本身做产人 就对我们影响很大 所以我尽量去找 更健康的住宅来使用 南投草莓 产量仅次于苗栗大湖 种植面积约8公顷 为全台第二大产区 种植农药约有30户 每年农历春节后是采收期 一直到5月份 欢迎大家来南投游玩 吃好料 享受自己动手采草莓的乐趣